警方後報在新北盧洲發生了威脅案 大批員警趕到現場查看 原來這起事件起因是沒有工作 張信男子和女朋友討生活費 女子拿出提款卡給男友 要他自己去領三千元 沒有想到對方一口氣領出兩萬元 女朋友得知之後呢 氣炸了兩個人發生了爭執 男子竟然拿出力氣威脅 女子嚇壞 趕快報警 警方手持盾牌重逢現鎮 一路爬上公寓頂樓 他們不敢大意因為貨報有人持 力氣恐嚇 到底有沒有誰知道真的假的 原警先壓制 搜身再說 OK 沒有力氣大家鬆一口氣 不過卻找到毒品 事發在新北市盧州這個月15號早上 原來沒工作的張信男子和女友 合租一間小套房 這天他向女朋友拿生活費 女子給了提款卡要他自己去領 但說好三千怎麼變兩萬 女友發現後氣炸兩人爆發口叫 過程中發生拉扯 男子甚至持力氣威脅 嚇得女子趕緊報案 警方使用強制力對其實施壓制 於檢查過程中發現 該男子身上攜帶第三級毒品卡系統煤片 全案一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案 韓宋偵辦 這名陣信員警拿著盾牌充第一 就像美國隊長一樣帥氣 過去他市民軍人為了伸張正義 才轉換跑道當警察 從今五年的他 仍然保有強健體魄 因為平時的訓練 這回才能順利打擊犯罪 完成正務 記得姚婷簡訊書信報道